11002集 我们不租房子 林宇冲他们温和一笑 你们住在你们自己的房子里 我们自己的房子 春生和秋满也有些惊讶张大了嘴 挠着头有些不明所以 没错 我早就在上京买好了房子 你们过去之后一人分一套 林宇笑着说道 其实本来薛沁是把那套公寓楼租下来的 但是他觉得还是直接买下来比较方便 就让薛沁和那朋友商量商量 将那整栋公寓楼都买了下来 正好分给了春生秋满胡秦峰这些人 你买的 何大哥 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要 对 我们不能要 春生秋满听到这话急忙摇头 他们虽然自小生活贫苦 但他们两个人从不贪图别人的便宜 你们这次是去帮我的忙 我送你们套房子那又算什么呢 林宇笑着冲他俩劝说道 哎 我们不是帮你的忙 我们是帮我们自己的忙 春生摇了摇头 纠正说道 是啊 何大哥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我们过来帮你 对付那些坏人 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啊 秋满也十分懂事地跟着说 林宇的心头猛的就是一软 有一些深受触动 他满脸赞赏地望了望这二人 接着点头说道 那我要是告诉你们 这房子是我们要对付的那帮人 免费送给我们的呢 春生和秋满文言不由有些惊唱 林宇便将自己如何从神木组织手里 把地下乐园里的钱扫荡一空的事 和这俩小子说了 春生和秋满听得兴奋不已 没想到何大哥还有这么辉煌的事迹呢 内心皆都是不由敬佩不已 望着林宇的眼神中 越发地崇敬了 林宇他们聊着天 不知不觉飞机便降落到了上京 接着林宇便带着他们两个人 去早就买好的公寓楼 因为这里是精装修脚服的 所以已应设备应有尽有 而且旁边就是一个大型的市场 缺什么买什么 林宇让春生和秋满两个人 挑了两套喜欢的房子之后 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他们 顺便给他们留了些钱 让他们两个人出去买点生活必需品 同时嘱咐他们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别乱跑 嘱咐好了之后 林宇就带着百人途赶往了向南天的住处 刚出发的时候 百人途给布城打了电话 陈生说他们马上就要到疗养院门口 门卫好像不让进 让布城过来接应接应 而且挂了电话之后 百人途还不忘冲司机师傅说 我们不赶时间 可以慢点开 林宇听到百人途这话 忍不住笑个不停 没想到牛大哥看起来不带丝毫感情 竟然会跟布城这种人开玩笑 果然呜无一泪举 他们赶到之后 布城确实早就已经 等在了疗养院大门口 面色阴寒无比 似比任何时候都要寒冷 要知道这么冷的天 他在北风呼啸的大门口 等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不过布城也没多说什么 阴沉着脸带着林宇和百人途 进到院内 布大哥 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你昨天晚上跟踪小爱之后 看到谁了 林宇赶紧凑到布城身边 无比好奇地问道 我拍了照片 一会儿给你看照片吧 布城沉声说道 还有照片呢 林宇文言面色一喜 急忙点头 连声说好 倘若真的拍到了照片 那布城这次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说着林宇急忙冲布城伸出了手 似是在问布城要照片 布城摇摇头 冷冷地瞥了一眼旁边百人途 沉声说道 现在不能给你有外人 林宇顺着布城的目光看了下 顿时苦笑一声 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对这两个人 你来我往的交锋 可是习以为常啊 林宇他们到了内院之后 便静止走到了向老他们的住处 只见此时 向老身上正是一身白色的练功服 冒着刺骨的寒风 踢腿打拳 在院子里练习着功法 向老 进来可好啊 林宇望着向老笑着说道 看您这气色和身手 您最近恢复得挺不错的嘛 有你给我配制的药啊 自然身子好得要快些 向老笑呵呵地冲林宇说道 小河 你看我现在身手恢复得还行 说话间 他脚下一踏 用力地朝前面拍出三掌 声音宛如震雷 颇有当年胡秦峰 释出震雷三世的样子 向老这三掌 颇有一些回到年少啊 林宇 眯了眯眼睛 十分肯定地点点头 是吗 那你再看这一招呢 向老一声大吼 接着 脚下急步移动了几下 转眼之间便冲到了林宇的跟前 面色陡然一寒 手掌猛地一曲 狠狠地朝着林宇的尖头抓过来 本来林宇还以为 他这一抓不过是试探性的 想要和自己切磋切磋 但是在向老力抓抓来的那个刹那 林宇心头猛地一颤 知道向老只是用了全力了 自己这一抓要是躲不开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抓伤 林宇猛地面色一变 肩头急速往外一闪 堪堪躲过了向老这一抓 不过肩头上的衣服 还是被老人家抓中 立马撕扯出一条极大的口子 而向老手上未停 双眼一瞪 左手也猛地出击 掏到林宇的腹部 向老这一攻迅速又突然 而且因为身位的原因 又十分隐蔽 几乎让林宇没有躲避的余地 林宇面色一沉 压根没来得及硬着 闪电般地一出手 一把抓住向老攻来的左手 硬生生地将他左手 抓到自己腹部之前 给停住了 向老面色也是瞬间一变 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诧 用力地想把手抽回来 但是林宇的力道太大 他压根没有办法挣脱 向老 林宇急忙喊了他一声 不知道他为什么 突然对自己下手 向老见自己左手 争不脱 身子一缓 身上力道猛然间散掉 不由摇头叹息 不行了 老了 林宇看到他这个神情 不由微微一争 赶紧将他的手放开 有一些疑惑地问 您 您刚才是在试探我吗 向老冲林宇笑了笑 脸上有些颓然 轻声说道 唉 不只是在试探你 也是在试探我自己 林宇听到这话有些不解 不过随后他便明白过来 向老的意思是试探自己的能力 恢复得怎么样了 林宇眉头以皱 沉声说道 可是您刚才 可是我刚才用了全力是吧 向老冲他笑了笑 笑呵呵地说道 我用了全力 不还是无法伤你分毫吗 先生 师父特地跟我打听过 你最近身手的进展 不成赶紧站出来低声 冲林宇解释一句 刚才向南天和不成 问过林宇现在的身手 到了何种地步 所以向南天 才会毫无顾忌地出手 因为他知道 以他现在的状态 就算他用尽了全力 也根本没法伤到林宇 本集结束了 Bye